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夜听 我是刘晓 晚上十点 向你们好 当你看清楚了一个人 而不选择揭穿他 你就懂得了原谅的意义 当你十分讨厌一个人 而不选择翻脸 你就懂得了极致的尊重 生活当中 总有你看不惯的人 一样的风景 不一样的心情 就像这短短三天的小长假 有些人看似在放松自己 而其实 很累 因为内心深处 没有真正的休假 因为心里 没有放下 这世上没有知道的缘分 只有你不敢面对的爱人 你的成熟 不是因为你活了多少年 走了多少路 经历过多少失败 而是因为你懂得了放弃 学会了宽容 知道了不正 每个人心中所承受过的那些苦 与痛 不是因为时间 就没有了感觉 你一直在等的那个人 而是懂得了 说与不说 都一样 有些伤痕 不是不在乎了 而是懂得了冷静面对 和自我修复 和自我修复 人总之要学着成长 跟谁在一起 和自我修复 就和谁在一起 包括朋友也是 爱情也一样 累了就多远一点吧 已经过了那个 你不喜欢我 我也非要喜欢你的年龄 取悦别人 愿不如快乐自己 这世上没有知道的缘分 只有你不敢面对的爱人 哪怕命中注定的两个人 也只能在爱里等得认真 但愿情深 让经过的人为你转过身 不肯承认 即使心弦一波动情歌 越险越深 一直在等的那个人 已经默认 难道已等再等 错过缘分 错过缘分 这世上没有知道的缘分 只有你不肯承认 只有你不敢面对的爱人 哪怕命中注定的两个人 一直在爱里等 一直在爱里等 等的认真 但愿情深 让经过的人 让经过的人为你转过身 不肯承认 即使心弦一波动几根 越险越险 越险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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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等的那个人 已经默认 难道已等再等 错过缘分